对于德州州长颁布的重启德州的命令 休敦市市长和哈里斯郡郡长纷纷召开记者会回应 当地作为德州疫情的重灾区 对这周就要开放的命令 官员们皆保持保留的态度 休敦市长特纳甚至在记者会上 谈到必要工作者时忍不住哽咽 各位认为每个人 扬idor者是人员所向 Times 车鱼路上站在房子 归这些廊大道发 好形成资方案 希望他们不需要絕望 由是需要我们原定了 Sharon mo sab what你让我们安全 沿着周知 政府访计新闻说ıyor 工作革命 明月月月月月月儿 互相看起来 我们在哈里的区域,我们在哈里的区域不可以拿我们的眼睛 坦率,我觉得,这种疫情的病毒会是很高的 given the May 1st的时间,但我们将做的事情我们可以 移动天上和地上去做它努力 为了保持疫情开放开 once it开始开放 它是重要的,我们继续持续一规模,一规模的规模 我们的想法是让我们的系统是准备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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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